迈入第15年的台中广播年货大街 17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停车场开幕 今年超过300个摊位参加 有在地的新鲜蔬果、加工食品、文创类食品等等 各式各样的年货让民众一次构足 不但提供民众方便的采买 也给当地带来了浓浓的年节气氛 一箱一箱硕大翠绿的高丽菜 由工作人员抬出来 长长的队伍等着抢购每颗一元的高丽菜 这里是台中市洲际棒球场的年货大街 它全部都在这里 我们不用跑很多地方 我买了腊肉 还有我们的黑糖麦芽饼 然后还有新人肉干 然后还有我们的蔬果 健康蔬果的脆片 还有花生糖 由台中广播电台主办的年货大街 已经迈入第15年 今年有300多个摊位参加 年货大街可以买可以逛 就是要让乡亲方便采买年货 让大家一同感受传统的过年气氛 年货大街呢 是自过以来 我们中国一种很好的传统文化 在过年前 大家到团来买一些年货 欢迎来过新年 我们台中公布就是以传统为中的重要 所以每年都来办年货大街 他可以办15年 年年办下去 不一定贪金 他也敢办 要给大家服务啦 要你更方便啦 腊肉糖果干货 吃的穿的用的 各式各样年货 一应俱全 要让乡亲平安方便 过好年 新唐亚特电视 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鸡翼 写论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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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